其实,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一些喜欢混淆视听的人,他们爱把那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放在一起做对比。 汉朝有一位太监就是这样一个人,他的名字叫做中杭说,属于汉朝在投降时的随从俘虏,因为,汉文帝强迫中杭说陪送公主到匈奴和亲,中杭说对汉王朝怀恨在心,转而投靠匈奴,成为蝉鱼的谋主。 中杭说是少有的地缘战略大师,中杭说决力劝说匈奴不要太看重汉朝依附食物的精美,更加匈奴对自己食物、器械、风俗的自信心,还教给匈奴人技术方法。 在中杭说的支持下,老上蝉鱼带给文帝回书中口气傲慢,对汉朝使臣也威逼利诱,动不动就索要钱勿金银,不给旧威胁休暑后大发兵马入汉郡中践踏,并且,他到了匈奴以后,完全不顾自己的民族尊严,而是将本朝的汉民族文化与匈奴混乱的游牧民族传统混为一谈。 其目的,为的就是拉近自己与匈奴之间的亲密关系,以少受歇皮肉之苦,他拼命地抨击本朝文明,以此,排高匈奴文化的价值,如中生有,完全没有民族细节可言,说起匈奴就要谈及他们的季婚日,这个汉族是根本不存在的一种制度,史记里对于中杭说到达匈奴后,对于该种制度的看法有过详细的记载,翻译过来则是这样的,匈奴人的风俗习惯非常野蛮, 他们吃肉喝血,还把动物们的皮毛包下来做衣服穿,牲畜们的野性也不受束缚,每天在草原上吃草喝水四处游荡,匈奴们在政治情势紧张的时刻,就都跨上马匹练习骑射,但是,在政治情势宽松的时候,每个人就都过得愉快轻松,很少有人为他们定制规矩和管束他们,即使是君臣关系,也不像汉族那样有着严明的等级制度,他们之间的相处十分地简单, 整个国家的正式不仅是一个人当家做主,而是每个人分摊一些,像是一个人的身体四肢内脏一样分工明确,若是有人家里的父亲兄弟死了,那么,跟他们最亲近的男人便娶了他们的妻子继续生活下去,这是他们认为能够让自家种族得以延续的唯一办法,所以,儿子娶了自己的母亲也不是不可能的,但汉族,他们的这种行为就可以算作是一种乱伦, 在现如今的中国,虽然,伦理刚常变得十分明确,没有人再娶自己是去亲人的老婆,但是,人跟人的关系却渐渐疏软,亲属们相互残杀,有的甚至把自己的等家姓氏都改掉了,况且,礼仪的坏处也逐渐展现出来,君主跟他的臣民之间相互算计,没有忠诚和信任,只有利益,君主一登上王位就拼命地为自己扩充僵土, 甚至修建陵墓,他们疯狂地剥削人民群众,这都是君臣仇恨产生的根源,君王的城墙越见越高,百姓们都苦不堪言,情况紧急时,他们没时间练习攻占,宽松时有没空下地劳作,生活在泥土里的人们啊,除了这些,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吗? 其实,这段文字充满了嘲讽意味,这是一种对正统文化的蔑视,除了蔑视,他还表达了一种思想,那就是,匈奴婚俗让人跟人的关系更加亲密,而汉族婚俗只会让自己族内的人关系疏远甚至欧利斗,为了让人们更加被说服,他甚至还引用上了匈奴人的生活环境,匈奴人都住在水边,所以,更加的向往无拘无束,中唐说认为,人们终日无所事事没有什么忧愁,那么,这就是一种对正统文化的面世,除了面世,他还表达了一种思想,那就是,匈奴� 是快乐的,后来,中唐说又说,季婚制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混乱,实际上,却加强了人们的民族观念,可事实上,草原上的血肉厮杀一点,都不比宫廷里少,他们甚至更加隐瞒和谈报,为了让自己的理论看起来能力的注脚,中唐也又把季婚制跟汪利斗,做了更加详细的联系描述,这其实不过是诡辩论办了,我们承认,确实汉族文化让人更加的独立,而不是抱成一团行动,但是, 这样其实更加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,人都具备自己的能力,而不是需要待在团队内才能生存,即婚制的人一旦脱离自己的家族人际关系网,就变得寸步难行,甚至,会被归为异类,他们才是真正的不自由,并且,孤立斗其实不是仅仅存在于汉族的,而是每个民族都有的特征,这不过是民族的劣根性,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会有斗争,可以说,斗争是生产方式决定的一种社会现象, 但说说季婚制,其实,他们也并非只是为了延续本民族的文化。